我們都知道金先生真的很厲害會演各種不同的戲 那未來金先生還有想要挑戰哪一種的戲路嗎 我... 조용히 해 秘書 安靜一點 好沒呢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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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基本上目前她的話就是什麼... 她角色或者是類型她基本上沒有限制 目前的演員的金蘭妍呢 她想要把她的演技的這個範圍要把它更廣大 是這樣子 你們想看金先生演什麼戲 都可以 只要他們說看到你的人就開始 我想要跟大家請教一個問題 那我想要問的問題是 有一些粉絲呢就是認識一生們 因為有些粉絲比較不會這樣子 那我想啊 大家是比較喜歡 像伊盛文營一樣的那種浪漫喜劇 我來言浪漫喜劇比較好的喔 還是最近剛上映的這個... 武打的... 就是黑色電影這一類型的演 你們比較喜歡 你們比較喜歡哪一類型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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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1970 內行人 你比較喜歡 你比較喜歡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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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較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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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真的耶 所以下一步的愛情情劇我來取消好了 不行啊 不行啊 就是都要演的意思啊 一直來台灣的意思就好了 對對對 啊 我個人個人的 昨天晚上 我們社會的管理人員 社會的管理人員們 我個人個人的 現在長得好 我又年紀也好 我現在長得好 我以前的管理人員 現在的管理人員 很多人在韓國 也沒有關注性的管理人員 所以 很難以為 她說昨天晚上 跟她的經濟公司的 工作人員們跟她們討論了 她說她自己個人的話 很想演 很典型的那種 愛情劇 而且 現在韓國 其實這個時下的 現在情況的潮流 對很正統的那個愛情 是比較沒有那樣的興趣 可是她自己個人是很想演 那你們會想看嗎 那你們會想看嗎 創作者是喜歡 節目是不是你不喜歡 我也很想看 演那個 典型的愛情劇給我 太棒了 那這樣子 這一題我們就有大聲共識了 我們就可以進行下一題